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我们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 南韩在2020年的10月实施戴口罩的规定 而睽違27个月 在今天他们终于全面解除室内的口罩令了 春节的5天人穿机场出境突破了60万人次 也是去年的12倍 旅游业也明显的复苏 去年全球各国开始对 疫情降级 那么南韩就在4月18号解除了社交距离的措施 随后他们在5月2号也开始松绑口罩令 第一阶段当然是先解除室外的 而9月26号更是全面解除户外戴口罩的措施 那么为了避免冬季的疫情卷土重来 所以还是维持着室内佩戴口罩的规定 10月1号开始是全面取消入境PCR的裁减 并且在11月1号恢复免签的政策 入境也不需要隔离 现在解除室内的口罩令 只有医院药局还有搭乘大众交通运输的时候 仍然需要佩戴 确诊隔离7天也成为了南韩现在唯一仅存的防疫措施 南韩距离回归日常生活可以说又进了一步 继续年9月解除室外口罩令之后 南韩政府再拍板解除室内口罩令 1月30号开始可在大部分室内场所摘下口罩 与人面对面交流 不过为了保护感染高风险群 医院药局及搭乘大众交通运输时 仍需要佩戴 为者可能被处以10万韩元 约新台币2455元以下罚款 只是时隔27个月全面解照 南韩媒体上街观察 摘口罩的人寥寥无几 大多数人还是维持戴口罩的习惯 南韩1700多所中小学寒假结束陆续开学 大部分校方也持谨慎态度 建议学生继续佩戴 南韩企业跟进政府松绑 三星电子办公室30号解除口罩令 不过会议室等公共空间仍需要佩戴 现代汽车则宣布重启国内外出差 也重新开放公司实体会议 南韩各大商业银行也恢复早上9点到下午4点的 疫情前正常营业时间 结照带动露脸商机 南化妆品需求大幅回升 专柜前人来人往 乐天百货公司美妆部门 过年业绩已经增长35% 线上知名美妆商城交易额近两周内 也成长超过111% 南韩人川机场过年4天假期 国际线旅客数冲破63万人次 已经是2022年同期的12倍之多 不过观光业者认为情况还不容乐观 南韩国内旅行社人力每补期 是眼下棘手难题 目前旅游需求还是比疫情前少上五成 想要完全恢复以往容景 业者保守估计至少还要等2到3年 人山机场免税店近期重新招升 因为手足方式改变 也让南韩三大免税店巨头却步 中国大陆国营免税品集团 虎士丹丹有意参与竞标 可能撼动南韩免税店市场版图 南韩的第七波大流行 疫情趋缓 单日确诊规模 连日减少 29号通报不到万例 是近7个月来最低值 境外移入病例数也走低 不过路客人占大宗 尽管路客入韩落地减确诊率 已经降到1%以下 南韩防疫当局还是没有掉以轻心 边境防疫收紧一个月 宣布再延长对路客停发 短期签证的措施到2月28号 守住国门防新变种病毒入侵 影响产业复苏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